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红旗新能源赞助播出 来也匆匆 去也冲冲 然而你回头 竟然没冲干净 你一遍又一遍地冲水 竟然完全没用 你崩溃地发问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不粘锅却没有不粘马桶 首先我们得知道 大便是怎么粘在马桶上的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大便的型号 1997年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两位学者 发表了这张经典的大便分类表 今天也叫布里斯托粪便分类表 你会看到 编号数字越高 意味着大便里的水分越多 一号和二号太干了 虽然不粘马桶 但是能拉出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三号和四号还是比较理想的大便 但已经可能开始和你的马桶藕断丝连 而从五号开始 大便会分散成很多粘稠的小块 到六号就已经成了一摊屎 混杂着零星硬块 它们都非常容易粘在马桶上 七号倒是不粘 因为这时候的大便已经接近纯液体了 评价大便到底容易粘的指标是粘度 Viscosity 单位是帕斯卡米亚 它反映的是流体在运动时产生的阻力 水 酸奶 蜂蜜 瀝青 你会看到 它们的流动速度并不相同 年度越高 流动的速度就越慢 甚至可能看起来就像凝固了一样 比如这杯瀝青 每九年才会滴出一滴 它的粘度是水的2300亿倍 粘度来自于这些流体内部相邻层间 以不同的速度运动时产生的摩擦力 它们的粘度都是固定的 既然很难保证每次大便都保持最小粘度 那为什么不能通过降低马桶表面材质的摩擦力 实现不粘的效果呢 其实是有的 你甚至可能用过 不过你可能并不会买来放在家里 它们和不粘锅一样 都有一层不粘涂层 巨丝浮乙烯 是特弗龙材料的其中一种类型 说白了就是一类塑料 常见于不粘锅的涂层 这种高分子材料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粘合 这是因为它的碳链周围 被强垫覆性的浮燕子所包围 分子之间连接紧密 碳浮件件能高达500胶以上 非常稳定 所以它的表面呈堕性 油脂 蛋白质通通排除在外 哪怕薄薄一层都有极强的不粘性能 那么这就很有趣了 要怎么把什么都不粘的涂层 粘到马桶上呢 其实跟锅是一样的 用一种起到胶水作用的中间物质 把马桶和特弗龙粘到一起 在制作过程中 首先要对马桶进行喷纱处理 让它的表面变粗糙 接着喷上一层底漆 底漆你也可以理解为胶水 在高温下 它会牢牢附着在马桶的金属表面上 然后再喷特弗龙材料 特弗龙会在380度的高温下融化 和底漆发生物理反应 粘合在一起 这样一个不粘马桶就做好了 所以这么好的涂层 为什么不能用在自己家的马桶上呢 很简单 因为它们只能粘在不锈钢表面上 而家里的马桶是陶瓷的 没人想在家里摆一个又贵又丑 看起来像公共厕所的不锈钢马桶 更何况还会动屁股 陶瓷材质不仅好看 也比不锈钢光滑得多 而不粘涂层本身硬度较低 耐磨性差 易开裂 经常泡在水里还会加剧涂层老化 所以在陶瓷上根本贴不牢 很简单 你只要做的是 但是干净的马桶真的很重要 它是我们生活里最后一处独处空间 也可能是它情绪爆发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还有什么办法让大便不粘马桶吗 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明了一种不粘喷剂 好像只要多花三百块 就能拥有一个不粘马桶 他们的论文中提到 理论上需要两步 才能给马桶整上一个和不粘锅 类似的涂层 第一步在马桶表面喷上一层 名为G2甲基硅氧丸的有机硅材料 干燥之后 它会在马桶表面形成像毛发一样的 纳米基分子 指径只有人类毛发的百万分之一 第二步喷上润滑剂 包裹在第一层的微小毛发周围 而这个喷剂做到了合二为一 至于效果呢 也还可以 研究到这里 我们其实一直在探究大便粘住冲不下去的问题 但有没有可能马桶是可以不用冲水的 比如这样 大便会被翻下去 接着这个小铲子能帮你刮干净 还会喷上除臭剂 然后你掉下去的大便就跟随旋转管道来到这个容器内 直接被烧成化肥 另外还能回收一部分你尿液和大便里的水用来浇花 据说回收的水干净到还可以喝 至少比尔盖茨应该是喝过的 但这个方案的马桶中 精密的零件清洗难度不比陶瓷马桶简单 也不是住在合租房 出租屋 轻易能做到的事情 回顾关于马桶的发展 只有陶瓷马桶从19世纪看似优雅地走到现在 今天 马桶让我们收获了短暂的体面 比起不沾马桶带给我们的体面 我们总关注着别人看得见的优雅 我们能发射 柳花颗粒让气温降低一点 我们能期待 一具外星开发无尽资源 可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没解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